这几个咱们来看一下巡游出租车的题 咱们考的是网易车 但是有些题会出现巡游出租车 OK 既然出现 那咱们就要知道这类题怎么做 有一类法款的题是比较难的 但其实根据天空老师总结的经验 其实你做起来非常简单 OK 咱们看第一题 驾驶员注册油耀器借满 好 这里注意 需要注意一个满字 用口诀是什么 停满30日 满 就是30日前 申请延续注册 是30日 第二题 巡游出租车驾驶员在机场火车站等客流集三地 载客的时候应当文明排队服从调度 C和D 很明显不是主旋律 第三题 巡游出租车驾驶员提供电照服务时 应当按照规定开启电照服务标志 或者暂停运营标志 第四题 巡游出租车驾驶员服务标志不包括 这个服务标志不包括导向标志 没有听说有什么导向标志的 第五题 巡游出租汽车身颜色的试验必须怎么样翻读 当然是按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 第六题 下列哪项不属于对巡游出租汽车继承机架设备的要求 当然是定期自行交验 那难道是自行交验呢 得是制监部门 第七题 下列设施中哪一个是不属于巡游出租汽车应当安装的设施 这个是B 警告标志 其余的计程机架设备 出租汽车标志顶灯以及车载卫星定位系统 这是必须要安装的 第八题 申请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的应当具备的条件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以及固定的停车场所 第九题 申请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的应当具备健全的 A 服务质量保障制度 B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D 经营管理制度 第十题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应当做到 A 正确使用计程机架设备 B 按照计程机架金额收费 C 主动出去 清晰可变的出租汽车专用发票 D 专用发票不得转介 毁损 突改 十一题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按照 什么 在车内适当的位置设置服务质量 监督卡 价格标准 乘客虚致等信息 当然是按照行业管理规定 十二题 巡游出租汽车应当按照什么的要求 在车顶安装出租汽车标志顶灯 与空车带渡标志联动 夜间应用照明 这当然是 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 十三题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是指 什么什么情况 是指可在道路上巡游缆客 他巡游嘛 当时巡游缆客 而且还可以暂点缆客 他提供的是车和驾驶老五 十四题 巡游出租汽车不再用于经营的 限制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对巡游出租汽车配备的 这个车配备的什么配备的是运营标志和专用设备 组织回收处置 十五题 网约车评论公司应当保证线上提供服务的驾驶员 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的驾驶员一字 并将驾驶员的相关信息向哪个部门报备 当然是服务所在地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 出租嘛 十六 关于签订的合同 什么合同 网约车评论公司签订的是 劳动合同 而巡游车呢 是劳动或经营合同 所以这里是劳动合同或协议 十七题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保证 出租汽车驾驶员合法权益 依法与其签订 这是签订劳动合同或者经营合同 十八题 出租汽车应当在许可的经营区域内 从事经营活动 超出许可的经营区域的 这里说的是包括巡游车和网约车 就是不能超区域 如果超出区域了 起一点一端 应当在许可的经营区域内 十九题 咱们知道一下 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到齐后 出租汽车经营者 你继续从事经营的 应当在车辆经营权有效期满前的 六十日 这个跟前面说的停满三十日还不一样 这个说的是车辆经营权 这是六十日 二十题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 取得经营许可后 无正当理由超过多少天 不投入符合要求的车辆运营 是为自动终止经营 这是一百八十天 一百八十日 二十一题 这就是咱们的口诀 停满三十日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 需要变更许可事项 或者暂停终止经营的 应当提前 这是提前三十日 向原许可机关提出申请 依法办理相关的手续 二十二题 投入运营的巡游出租汽车 车辆应当设置 有中英文出租汽车字样的 什么是顶灯 以及能显示空车 暂停运营 电招等运营状态的标志 这个又在靠语文了 灯上显示的是出租汽车 而标志上显示的是空车 暂停运营或者电招的状态 二十三题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 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根据等等 按照巡游出租汽车的等等 制定巡游出租汽车的 这就有点像考语文了 咱们就记住 屁股决点脑袋 是根据功能定位制定发展规划 这个定还可以这么记 屁股屁股不就是定 咱们俗称的定 定位 肯定脑袋 脑袋那就是规划 在脑袋里规划 所以这题 甚至你不看题目 你都知道该怎么选 二十四题 巡游出租汽车服务管理规定 社会类规范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行为 保证谁的合法权 保证的是乘客驾驶员 以及出租汽车的经营者 二十五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也就是交通运输部的第六十四号令 什么时候开始实行呢 是2016年的11月1日开始实行 二十六 乘客上之前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 是不得询问乘客的目的地的防止聚载 对乘客上了车之后 问目的地 二十七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熟知 哪里的交通地理 地方特色等知识 是运营区域 这不光是巡游车 网约车也是 二十八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 在运营过程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乘客有权拒绝支付费用 什么情形呢 A 不按规定使用机程机家设备 或者机程机家设备 发生故障时继续运营的 B 不按规定向乘客出去 相应的车费发票的 以及 D 拒绝按规定接受刷卡付费 至几种 乘客可以有权拒绝支付费用 二十九 在运营服务时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 遇到乘客仰手招车应当 B 在乘客附近将车辆与道路平行 靠右停靠 以及 D 遇到禁停位置 适宜乘客到附近允许停车的位置上 位置上车 三十题 站点租车服务 要求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 A 按许排队 顺序发车 B 服从站点管理人员的调派与管理 C 不下车私自揽客 不故人揽客 D 不挑乘客 不强行拼客 三十一题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 响应电章服务后 应当做到 A 及时联系 B 乘客确认 B 开启电章服务标志 或者暂停运营标志 C 向乘客说明电章费用 D 向乘客支付电章费用的发票 三十二题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 接受电章服务后 应该 A 是按乘客要求 准时到达 约定地点 以及 D 在乘客上车后 向调度中心发送 确认信息 三十三 巡游出租汽车 电章服务 包括什么形式 有电话招车 手机软件招车 以及互联网电招 三十四 这个题 看起来难 实际很简单 你就注意看一个特点 说巡游车 这罚款 如果说有驾驶员 那就是500到2000 注意看 巡游出租汽车 说的是巡游车 驾驶员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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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 出多少罚款 OK 这是出500到2000 这是转让倒卖伪造 相关票据 三十五迪 这个诀调就是 巡游车 驾驶员 出现驾驶员 这是巡游车 巡游出租汽车 驾驶员 怎么怎么的 这是500到2000 三十六 巡游车 驾驶员 巡游车 驾驶员 怎么怎么的 是罚500到2000 三十七 这是巡游车 驾驶员 怎么怎么样 是罚款500到2000 三十八 巡游车 驾驶员 500到2000 巡游车 驾驶员 什么什么情况 是罚款500到2000 三十九 巡游车 驾驶员 这是驾驶员 驾驶员 500到2000 四十 巡游车 驾驶员 有下令哪也行为 是罚500到2000 这是 A 在机场火车站 汽车的客运站 港口 公共交通 枢纽 等地 不服从调度 私自揽客的 以及转让倒卖 为一道 出租汽车 相关票据的 这是500到2000 41 驾驶车 经营者 这是10000到20000 其实对经营者 罚款比较重 驾驶车 经营者 怎么怎么样 这是10000到20000 42 驾驶车 经营者 怎么怎么样 是10000到20000 43 驾驶车 经营者 如何如何 这是罚款 10000到20000 44 驾驶车 经营者 如何如何 罚款10000到20000 45 驾驶车 经营者 又是如何如何 这是10000到20000 46 46呢 这是驾驶车 经营者 驾驶车 经营者 10000到20000 47 既没说驾驶车的 驾驶员 也没有说驾驶车的 经营者 OK 这里是5000到20000 48 既没有说是驾驶员 还说 经营者 但说的又是驾驶车 这是5000到20000 49题 没有说是经营者 还是说驾驶员 说的还是驾驶车 这就是5000到20000 50 既没有说是经营者 还是说驾驶员 但说的是驾驶车 是5000到20000